各位老师午安 午安 午安 我们就开始了吗 我先说说话好不好 好 很感谢 那个邱老师 邱主任继续在为我们上第二场 那个上一次大家应该很有感 那个邱主任的方式 跟一般在上电脑资讯的 资讯课程的老师很不一样 他是着重在尚未思考的 就是把那个整个系统观 让大家知道 然后知道为什么以后 比较能够有所行动 行动有所依据 也就是我都这样在思考 他先让我们先了解了 那个背后的思维之后 接着我要走 我要怎么走 我就可以善用这些AI了 那很感谢我们今天又继续 有这个机会 让文圣老师 文圣主任继续来给我们 醍醐灌顶 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 在自己的教学现场 实现自我 达到更 更是自己觉得完美 或是自己想要达到的境界 谢谢 那我们就掌声 先开始欢迎文圣主任 谢谢校长的介绍 讲的有点沉重 因为那个AI的发展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是觉得老师们可以轻松的放松心情来学 因为也是因为他发展的太快了 所以假设我们今天讲到技术的部分 也许有时候你觉得好像有点复杂有点难 但是你不要担心 搞不好下个礼拜他就又改进了 所以各位真的不用担心 就放轻松来看这件事情 那我把画面就直接分享 分享 好那这个连结上是给各位 各位应该可以打开那个教材的部分 如果没有的话我再贴一次 这是我们上课用的教材 我们每次都会在这边上课 那所以上一次第一次上课的内容在左手边 那各位如果之前有需要复习的 或者有作业没做的 也可以在这边再去继续处理 那我们今天就讲那个第二天的部分 好那第二天的部分呢 我们今天就是稍微 比上次再进阶一点 我们上次有提到GPT的一些初级 中级跟高级的用法 那今天来讲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案例 那在上那个比较感觉比较正规的课之前 我们先来画画图 因为AI在画图的部分 他也很强 也很强 所以我们先给老师轻松一下 好等等台风这样 好那 不管是Copilot还是ChatGPT 都是可以画图的 那网路上有很多画图的平台 那目前最强的就是 免费版最强的应该就是Copilot 好那我们今天就不从那个Copilot这边进去 我们从另外一边进去 因为微软已经把它切开到 那个Image Creator 这边 所以请各位到第二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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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阶跟高级的用法 所以我也上次跟各位说了 刚开始都不用担心 你就测试嘛 测试就聊天 所以你就随便你讲 你想要什么样的图片 当然你形容的越完整 它给你的细节就会越丰富 所以我可以在这边直接输入文字 台风要来了 台风非常的大 大家非常的恐慌 关窗户 准备台风用品 然后就可以 它需要登录啦 需要登录 所以请各位先登录一下 那这边登录的是那个微软的账号 微软的账号 好 所以请各位先去登录一下哦 然后登录完你可以下 下一个画图的指令 然后我这边登录一下 好 如果各位没有微软的账号 可能要申请一下哦 好我们现在买新电脑都会需要注册微软的账号 所以各位应该都会有一个微软的账号才对哦 好 所以你登录之后 它就会开始帮你生成图片 每天都会有一些coda可以用的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就去玩一下 好 已经生成图片的老师 请你帮我输入2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它非常简单的 好 基本上初级的用法就是你只要去形容你的图片里面是什么东西 可能你的主角是什么东西 然后背景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形容的越详细 可以 那也可以带一些感情啊 动作啦 这些东西都可以进去 或者某些角色的名称 好 都可以 所以 各位看到 看到右手边这边有一个今天的coda 所以你有 还有 还有一些金币可以用 好 那所以 初阶的用法 我们就是让各位在接触的时候 没有 不会害怕 就是随便讲 它就随便生 所以甚至我们把那个唐诗 一句一句 一句贴上来 它就可以生成那个唐诗那个情景 你可以帮助学生做那个 被课文被诗的部分 可以生成一些情境出来 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我们在 上次有提过Canva的部分 Canva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把图像 把那个你的知识 你的文字啊 数字啊 一些 语文的东西把它图像化 那图像化就是让学生可以比较容易直接能够理解 而且容易记忆 因为它牵涉到这个大脑的 右脑的部分 左右脑可以互相协调 所以当你把一些可能比较难记忆的东西 你把它转换成一些图像之后 那它就可以帮助学生快速理解跟增加记忆的部分 好 那么进阶的用法呢 进阶的用法我们就会加上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的用词 比如说你可能知道一些绘图的形式 那比如说毕卡索 那个是不同画家的画风嘛 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些关键字加进去 什么风格 什么风格 那甚至是一些使用的媒材 比如说我是用碳笔画 或是我用水彩画风格 或者是如果你是照片类的 我们拍照不是会有一些照相机的那个镜头的名词 比如说人物摄影广角像这一类 或者是你取那个影像的角度由上而下 或由下而上拍摄那个角度的部分 那所以稍微进阶一点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放进去 那你的图案就比较会比较专业一点 就来举个例子 台风要来了 学生在教室很恐慌露出惊讶的表情 人物特写 然后 你可以再描述一些细微的那个表情 人人都张大嘴巴 4K 影像 甚至有些比较专业的 他们会把那个照相机有一些什么 ISO 多少 那个都把它形容上去 那你的图像就会比较专业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跟刚刚就很明显的就会 层次就稍微不同 所以当你有把这些什么 这些内容把它形容上去 那你的图像就会变得比较有那个戏剧性 比较精彩比较丰富一点 甚至如果你要用改那个 比如说改成水彩画 水彩画风格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切换的 都可以做切换 那所以我们平常在学校 什么时候要用生图 就是通常我们教材可能会用Canva 或用什么去做 然后里面会取用到一些图像 那有时候老师对那个著作权比较在意的 或者你可能你家里在卖咖啡 你希望你又没有缴那个Canva的授权费 那理论上你是不能用Canva的图片去 去当作商业使用 或者是说你觉得他的Canva的图片 还不足以让你表达你的概念 你觉得找不到合适的图片 那我们就会想来这边自己生图 或者是logo 可能你要画班级的logo 做那个班级对齐的logo之类的 那有些东西他真的就是在网路上找得到的 或者是在Canva里面找得到的 他比较难表达你要的内容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拿来用 拿来这边生图来使用 那生图的时候呢 他目前的授权是这样子 就是以AI生图的部分 像我现在生的这些图啊 我是不能宣称著作权 就是说我不能说这个是我的图 你们不能用 但是 但是 那你可不可以拿别人的图来用 别人生的图 其实你也可以用 因为他不能 不能宣称他的著作权 但是呢 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虽然不违法 但是缺德嘛 因为毕竟是人家下指令去生的图 那你就把他直接拿来用 人家情何以堪 对不对 所以虽然名义上你不违法 但是就是缺德啦 但是我们讲到法律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这样界定的 然后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侵权的部分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下的是 海贼王鲁夫 如果你今天伸出来的东西 那个图很明显的跟某些卡通啊 或者有注册商标的 比如说Hello Kitty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那个东西的话 那你会有一个侵权的问题 会有一个侵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图片的时候啊 如果真的要完全的去注意那个法律的问题的话 也是建议各位 尽量不要用那种 在就是有动漫角色啦 或者是一些有被注册过的那些名牌的人物之类的 明星之类的 所以这个你看这个 一看就知道是鲁夫嘛 所以你用这个虽然说你没有违法 但是可能会侵权 那侵权如果今天鲁夫的经纪公司来告你 你可能会就是会因为侵权 然后会牵涉到那个民事赔偿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 当然你在教室里面用可能没有人会去告你啊 但是现在网路上蛮多那个法律蟑螂 法律蟑螂 所以你也是如果你要今天你的东西会公布在网路上 你就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你看当我们有比较专业的这个提词的时候 你有指定一些风格 你有指定一些照相机的这个特色 或者你甚至指定他一些拍摄的角度等等 你的像你的深的图片就会越来越 越来越专业 那基本上他深层的这个图片呢 他的大小都是 现在是1024x1024 所以如果你做那个电子教材 就是放在触控白板上的 或是你在班上投影显示的 基本上他解析度这样算够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些印出来的文宣 通常这样的一个解析度就不够 那不够的话 你就可以到某些平台上面 他会有可以放大增加解析度的一些功能 那我们自己有在玩那个本地深图 就是你买一个显示卡 然后电脑本地端 我就可以装一个画图的软体 那他其实就可以免费的使用画图啦 然后比如说放大啦 或者是说那个老照片 变成解析度比较好 比较清晰的照片这一类的 都可以处理 把图放大他也都可以处理 然后本地深图就是没有扣打的问题 就是你电脑是你的嘛 爱怎么深就怎么深 但是我们用这些线上的东西 就是会有这些扣打的问题 那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就是负责学校的 专门做一些学校 经常要贴脸书行销 或者是说你要经常面对家长会 你要有一些图文的行销的东西 或者你给家长的东西 也要常常有这些图案 你不够用的时候 你就可能要考虑两个以上的帐号 去做轮流的运用 或者干脆去缴钱 所以大概 可以画图的平台非常的多 你也可以换平台来画 那各位老师试一下 如果你觉得你的画图有进步了 比刚刚那个第一次生的图有进步了 请你输入3 好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画图其实一点都不难 好 那个用AI生图其实一点都不难 然后其实有一些专业的生图的平台 但是费用还也不少 不少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方面真的有兴趣 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是基本上我 以我我来讲 我不是一个学美术学艺术的 所以画图一直是我的弱点 那有了这个ChairGPD或者Copilot的帮忙 我觉得我如鱼得水 好 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要更进阶一点 那个画图的指令要怎么学 我刚刚贴了一个连结给各位 各位可以点进这个连结 那这个Civetide的这个网站 他其实是一个放Stable Diffusion 深图大模型的一个网站 那你们专业的才会跑来这边看 我们其实可以不需要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 各位在浏览这些图片的时候 他这边有image 对不对 这个就是人家深图之后丢上来demo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每一张图 他有各式各种不同的风格 然后如果你希望画一个类似的图 比如说你觉得这感觉你蛮喜欢 你想要做一个这样类似的图 那你就要看看他的 他的右下角 等一下我们换一下image 好 假设你想要伸出这种感觉的图 其实有几个要件 那重点是这里有一个information 这个I 各位可以点一下这个I看看 你也可以进来这个图里面 然后他的右手边会有那个他的指令 他的那个深图的指令 我们叫prompt 那有的没有 有的没有就是他不想公告出来 你看这一个就有 你把这个I点下去之后 这里会有一个prompt 那prompt他有分正面题词跟反面题词 那这个是通常我们用在 我们如果是在专业的深图软体里面 他会有让你选 第一个你要选模型 你要选哪一种模型 比如说你要弄那个像3D绘图的 他有那个3D绘图长相的模型 然后你要那个动漫风的 他有动漫风的 所以他的模型成千上万 你要自己去挑 那除了那个挑模型之外呢 你要怎么样形容这个画面 他其实他的题词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通常如果你想要学题词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题词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可以回到我刚刚的 刚刚的我们自己深图这边 我直接贴 我把那个题词直接贴上去 那你我们还没有学之前 你先不要管里面是什么东西 反正你就贴上去 然后就试着跑跑图 试着去跑图一下 那因为那个题词 人家写的都比较专业 所以你就可以从那个题词 然后伸出来的图 你就会觉得有那个类似的风格 那不会完全一样 因为第一个你的模型不一样 有没有 就非常的专业 对不对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题词 到底写的什么东西 这个题词你看不懂 对不对 都是那个英文嘛 你可以放到GBT去翻译 你也可以用Google的翻译 比如说我们 翻译那刚刚的英文我就把它贴在这边 好 那你就知道说原来他写的是这些东西 好 好 那这个 这个Laura 是他指定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风格模型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删掉 因为我们如果用这一个 这个Image Creator 的话 他不一定会有这些名称的模型 好 所以但是不管了 我们就这样看 那但是你可以改什么 好 比如说 你看这个中文你看得懂吗 对不对 好 那武士刀刃 反射着一个古老的日本神话恶魔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根据这个中文去找一下 他写在哪里 好 比如说 好 日本武士 嘛 日本神话恶魔 好 日本女武士 然后你看一下他的对应的这个英文在哪里 这个female对不对 female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改掉 好 你懂的 你就把关键字改掉 比如说刚刚 好我刚刚看了稍微看了一下他的题词 对不对 这都是女武士 好 女武士 所以我就跑到前面 题词的前面 然后我找一下刚刚那个女生 我想要把他改男生在这边 对不对 好 我就改男生 好 你就可以在把你想要改的地方就把它改掉 再去建立 他就可以根据你的题词再去做修正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想未来想要让你的话真的非常的棒的话 你就可以去考虑去学人家怎么提词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慢慢的去精进 所以你改了男生之后这边就变成男生 不过这个是因为他的他的模型 他有的模型呢 他可能没有训练男生 他就会比较偏中性或偏都是女生 那如果他的模型有训练男生 这边就会很明显出现男生的变化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是绘图的部分 各位玩一下 稍微玩一下 给各位一分钟 你可以到Sieverti这边 看看人家的题词 现在接近万圣节 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万圣节的长相的东西 你就去看一下他的题词怎么下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 然后贴回去 贴回去你的这个题词的地方 然后稍微修改 然后再建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用比较高级的 比较厉害的人的题词来做参考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 提词的修正 这是第一种方式 用指令 来画图 用指令来画图 好 试过的老师如果没问题 请你输入4 我想大部分都没问题 因为也真的不是很难 AI的时代工具都很简单 好 再来 另外一种方式是用选择的方式 就是选风格 直接让他帮你产生 我们刚刚是用文字自己生图 那现在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这边 左边这边有一个探索构想 这边请各位点进来 那你点进来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很多的范本 那个 生图有一个很大的网站叫mejourney 那个网站是付费的 免费的他不给你生 那他的方式也是用类似这种方式 类似这种方式 他选范本 所以我们就会先去看 我喜欢哪一种 哪一种感觉 喜欢哪一种感觉 比如说这个 好像是折纸的感觉 对不对 那假设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就点进来 那点进来之后呢 等一下 以前他是有一个那个 他会把那个提示词 直接放在那个 刚刚那个文字列那边 让你去修改 现在好像又改了 所以你现在选了那个范本之后 对 现在可能改这样 好 你选了这个范本之后 他就会给你提示词 那你一样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呢 复制 复制 然后回到刚刚 刚刚的地方 在这边直接做修改 直接做修改 比如说大象要改成这个小猪 这样的方式 那前一阵子 前一阵子他会把这个提示词 直接出现在这边 然后他会固定一些内容 然后把那个关键 比如说那个动物的部分 他会把他空格起来 让你自己去填 所以他会变成一个类似 像我们国小中年级 学那个造句的时候 他把句型固定 然后你可以换里面的文字这样 就可以换内容 不过大概都是这样 大同小异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要的风格 去点进去 然后再做一样的 做那个修改就好了 再把这个提示词 直接到刚刚的地方去做修改 这样子也可以 那 Image Creator 应该也懂中文 印象中他是懂中文的 所以你如果直接输入整串中文的 应该也是可以 这个是有关生图的部分 所以我目前生图 除了用这个Copilot 或这个Beam的Image Creator之外 就是第一次我们跟各位介绍的 那个A1.Art 这两个 大概是用的最多的 你要做海报 做一些 做一些文宣 都会非常的适合 好 那请各位 请各位 来 请你呢 找一张你刚刚生过的 你觉得还不错的图 请你把它加在这边 当做你的作业 按在这个加 第二生成照片的地方 点一下加号 然后在这里呢 直接去贴上 直接去贴上 贴上你的照片 然后写一下你的名字 让校长知道你有交作业 好 来 各位加油 贴在这边 这个算是给各位轻松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进到比较重要的部分 好 请各位 剩一张你觉得还不错的图 然后请你贴到 我们的那个D2生成图片的作业里面 那有任何问题 请你就直接 开麦可以询问 好 主任已经贴上去 看来主任已经在等台风放假了 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好 那在大家准备的同时 我顺便看一下那个本基生徒的界面 给各位看一下 以后你遇到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陌生 这个很特别 很特别的那个风格 好像是碎玻璃 我现在开的这个 这个是本基 安装在自己电脑的一个生徒的一个东西 他叫做Stable Diffusion 这是他的后台 不想面对作业的老师跟学生 冬天快到了 清凉的北极熊 庄老师这个图片很杀 这个小朋友很喜欢 那种类似动漫风的风格 好 那这个后台 这个部分各位不用做了 我们也没有时间教各位做这个 好 那这后台打开之后呢 他会开一个类似 web 就是那个浏览器的界面 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生徒的一些指令 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正向题词 就会贴在这边 那负向题词就是说 比如说不要丑的 不要六根手指的 不要身体四肢畸形的 这种叫做负向题词 好 所以就会贴在这边 然后这里是可以选模型 所以你可能就会下载一堆模型 所以电脑容量就要很大 这样 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在本机生徒 那这个本机生徒 是需要你的电脑配备要稍微好一点 比较能够跑得动 所以如果你们学校有类似 像那个台北的蔡校长 他们就用计划申请了一台比较好的电脑 然后他所有的图呢 他就用这个再生徒 生徒给小朋友用 比如说中秋节 那个就生了一堆让学生去做卡片 做老师去做文宣 这样生出来的图都不会有著作权的问题 然后可以无限量使用 这是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 那么我想大家应该都 对生徒应该都比较没问题了 那就是各位有兴趣 就朝我刚刚讲那个方向去做练习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部分 我们上次呢有讲新制图对不对 讲新制图 新制图是我们在学习的阶段 就是不只是只有在学校的阶段 包括老师 其实我们都需要终身学习 因为时代一直在变 新的东西一直出来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具备一个快速学习的能力 那我今天没有空跟各位讲新制图 那这个是那个新制图的讲义 我就是提供给各位 各位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就大概很快的跑一下 新制图它主要它有水平扩散思考的功能 所以可以鼓励你的创意 那也符合那个设计思考的原则 就是好创意就是要先有很多创意 才能够产生一个好创意 那它也可以做分类 这个有牵涉到运算思维 所以我们平常比如说写作文 学生会先发表一些这个主题下面的各种想象 那之后呢我们才会简单的做分类 比如说那个继续文就是起乘转合 然后就把刚刚学生想的这一堆东西 把它按照起乘转合把它分类放进来 对不对 那包括你设计课程也是一样 都有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就可以调整出一个架构 调整出一个架构 那它也可以呢 用来追问题的真相 比如说第一性原理 它可以一直向下的这个叫垂直思考 它可以一直往下 比如说你这个学生为什么晚来 因为他 你问他嘛 他就说因为我晚睡觉 你就继续追问 这个好像叫苏格拉底的提问法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晚睡 因为我昨天打电动 那你为什么昨天打电动打到晚上不睡觉 因为那个电动太好玩了 然后说什么电动那么好玩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那个电动 为什么那个电动你觉得很好玩 因为那个电动跟我说 我是要解救这个世界上的人 因为地球要毁灭了 所以你就会最后你会问到最后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这个学生的动机来自于上天赋予他的使命 所以你就可以用那个游戏画八角的上帝赋予使命 那个使命感的那个部分来引起学生的动机 因为学生对这种动机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拿来用在你的班级经营上面 所以你看这样子问下来就可以找到那个核心最重要的点 那他也可以做一些 新制度也可以做一些那个归纳总结 他有这个括号的功能 他也有分区归纳的功能 然后他还有这个因果线 因果关联的这个箭头的功能 所以其实他是可以各种各式不同的应用方式 那他也提供这个标号 所以你可以用来做那个自主学习时候的这个进度控制 或者是说清单整理 那清单的那个完成度的勾选 他可以做这样的应用 那也可以做一些分类 比如说你这一类都是跟钱有关的 所以这一类我就丢给总务去管 可以做一些分类的东西 所以他有标记的功能 然后他有各种的形式 比如说这个是现在起点 这是未来的终点 那中间呢 你可能会系统拆解 那个大系统化成小系统 我需要解决哪几个大部分 那每一个大部分底下呢 有哪些小细节是要处理的 所以你透过这种方式 鱼骨图的方式 你就可以规划 你到那个目标要怎么走 要经过哪些路 所以这个也是各种可以拿来用在你的教学现场 甚至人生规划 目标管理 或者是像这种阶层 这个各位在写总体课程会用到 学校的组织图 这个都可以去使用 那他也可以这个放图片 也可以放连结 可以放档案 也可以连结到第二个指星制图 那另外呢 他其实也可以拿来 用来教运算思维 那运算思维有五个大步骤 这个也是各位在使用TradeGPT的尚未思考之一 比如说刚讲的系统拆解 就是大事化小拆系统 所以你遇到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 我就要先拆 比如说办活动 交给你办 你不知道怎么办 没看过猪走路也吃过猪肉嘛 所以我们会知道说一个活动 应该会有这个节目组 会有这个交通组 会有火石组 会有这个新闻组 所以你把这些 把那么大的活动你就拆成了几个组 然后个别 每一组个别找一位老师去负责 那你的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那每一个比如说交通组的老师 他只要负责交通 对他来讲也轻松愉快 这个就是大事化小拆系统 这一个方法的用途 那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运算思维 所以我就跟各位提一下 有这样的方法 那智慧浓缩就是抽象化重点的能力 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最容易的训练方法就是用心字符抓重点 比如说阅读每一段大意要抓出来 每一段里面有哪些关键字要抓出来 这个其实就是重点 刚刚透过你简单的分类之后 你不是形成了一个架构吗 所以那个架构就是也是在这个部分 所以这里是抓重点抓架构 然后逻辑思考顺步骤 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 解决某些事情 他是有一定的步骤的 如果你把这个步骤给顺出来 然后大家只要照着这个步骤 一二三四 这个问题就一定可以解决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顺出来 他在我们电脑科学这边叫演算法 其实他就是顺步骤的动作 就是科皮讲的SOP 你想想看 如果你教一个低年级的学生洗碗 如果你把步骤把它顺出来了 比如说冲温水 先把残渣丢掉 然后二冲热水 三这个清洁剂 菜瓜布刷 四再冲一次温水 五擦干放进柜子里 如果你把那个一二三四五给学生的话 那学生应该可以把这个洗碗的动作学得很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教学生洗手要有那个湿缩冲锋擦 就是这一个动作 所以你任何要让学生背起来的东西 要让他学会的东西 你要把这个步骤给顺出来 尤其是在数学科很重要 数学科很重逻辑 你那个逻辑一错 人家是一二三四五 你一二四三五 你答案就错了 或者做不出来 那模式选用套公式 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套固定模式的 比如说如果你经常去看一些 比如说雪芹的书好了 那你知道说像邱老师这种AB型的人 很龟毛 他讲事情的时候他直接讲重点 你不要跟他呕细沙牵扯到旁边的东西 你只要直接跟他讲重点 他就可以很容易的跟你沟通这样 那所以以后你遇到那个AB型的人 你就发现你直接跟他讲重点 就很好处理 这个就是套公式套模式 所以我们兼行政的老师会有各种资料夹 比如说你是负责注册组的 你注册会有一个程序 第一年做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整理成资料夹 放在你的柜子里面 以后不管是你隔年做 或者是未来要接你的人 他没有做过注册的程序 他只要把那个资料夹拿出来 那个资料夹就是你的模式 就是你的公式 你只要照着里面的东西做 你就能够很容易把这个事情解决 所以这个方法叫做模式选用套公式 另外一个叫做沟通说服表资料 这个是表式资料的艺术 就是沟通的艺术 这我们另外在Canva的课里面 是可以把这个地方说的比较通透一点 那总之就是简单的来讲 就是运算思维其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我们其实透过新制图 也可以这样子去做教学 比如说你看这个不是就是大系统拆小系统吗 然后你在ChairGPT问的时候 你也可以这样子问 比如说我要办一个园游会 我需要一些分组 请你帮我给出一些 如果要办理园游会要办得好的话 需要哪些分组可以分工合作 那他就会拆一些 把组别拆开来给你 然后就可以再个别去问他说 那这个交通组他的细节有哪些东西 他就会再把工作内容给你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子去 用这种尚未思考的方法去控制我们的工具 你的做事就会非常的有系统 再来呢 这是抽象 抽象化 就这一个系统里面可能有哪些重点 然后这整个架构 整个架构他其实就是抽象化之后的架构的结果 所以当你把一个事情分析成一个新制图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了解 那我们有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也有那个5WH或2H的方法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一个事情 你可以用who,when,where,how,how much 然后这5WH这些东西去做拆解 比如说 比如说刚刚那个原油会活动好了 那how much就是经费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要规划一件事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去处理 那how就是如何做 对不对 然后what就是我要做哪些内容 哪些内容 原油会要哪些内容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去拆解一个系统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那SOP就是他可以由上而下 你这个止分支 你可以由上而下 然后如果你再加上那个减合的方块 就可以做到清单减合的功能 那这个也可以做给学生使用 那学生哪一个做完 他就勾哪一个 这样子学生知道说我今天这一件事情 我有四个事情要做 那我已经做了两个 那我还有两个没做 所以我到今天放学之前呢 我的时间还有多少 所以我要怎么样去分配我的时间去做完这两个 他就会慢慢形成他自主学习的一个自我制约的能力 自我控制的能力 所以这个演算法也是非常好用的东西 合取方块自我管理 好 那他也可以做模式识别 就是比如说你的业务 如果一个人有整理业务的习惯 比如说你做那个教务主任 那你手下就会有那个总体课程计划 要做哪些事对不对 然后你的注册编班要做哪些事 那个学务那边升旗典礼要做哪些事等等 你这样子做了一个系统规划之后 日后新比如说你的组长换人了 那他不知道做哪些工作你就这张表给他 他就知道说原来我如果是要办员员会 我有这些事要做 就刚刚讲的 模式 你把模式建立起来之后 之前抽象化建立起来成为一个模组之后 以后要接的人就直接套这个模组 就会非常的学校的那个营运就会非常的有系统 也不怕人家交接不给你资料之类的 然后沟通说服表资料 这个真的是一门艺术了 这个可以讲很久 那反正就是如果你用新制图呢 他是可以系统的系统化的呈现你的整个架构 那一张A4的纸就可以把这个东西 这个所有的计划内容啊 或者是整个组织架构 或者整个概念可以讲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清楚 所以跟人家沟通也很容易 所以这个部分就先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稍微提一下 那所以这边再次提醒工具很重要 所以新制图绝对是前端整理思考 跟学习的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绝对是 然后GPT也是 那个AI绝对也是 但是你要怎么控制这些工具 怎么去使用这些工具 你的心法会更重要 所以我们上次其实有提到啦 就是说我们同样都是在用AI去出题 要给学生考试的话 那没有经验的老师就是帮我出一个阅读测验 然后五个选择题 对不对 这是没有经验的老师 那有经验的老师呢 就会说 请你依照Broom的这个阅读理解层次 然后每一个层次帮我出两道选择题 你出来的题目就会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AI它是一个加速器也是一个放大器 如果你用AI你是乱用 你的缺点会被放大 如果你有心法你好好的用它 你的优点也会被放大 所以AI是一个放大的加速器 这个部分就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那我们就回到这边来 那除了上次 所以我们把心智图就是我们在前端学习 或做分析整理思考的这个工具 刚稍微带了一下 那现在我来介绍一个外挂工具 叫做ELMO 那这是一个浏览器的外挂 浏览器的外挂 那各位要怎么去安装这个外挂 首先你到你的Chrome的右手边上面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拼图对不对 拼图 各位点一下拼图 跟着我做 各位点一下浏览器上面的拼图 然后这里有一个管理扩充功能 进到这个地方 然后左边有一个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我们去线上应用程式商店 那这个是for浏览器Chrome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其他浏览器的话 请你换一下Chrome浏览器 就是Google浏览器 然后请你点进来 然后请你输入ELMO 这是一般我们在寻找外挂的地方 浏览器他有很多外挂 你也可以找什么AIGC 现在这种有AIGC或者找GPT 他有一堆外挂现在 但是你有空的话自己慢慢去测 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我们测试过很好用的 这个塞的也很好用 等一下 但是我们今天来讲这一个 那各位找到的 找到之后 找到这个ELMO外挂之后 请你在这边 请你把它点进去 然后把它加到Chrome 加好之后请你输入5 加好之后请你输入5 各位一边教我一边讲 刚刚我有提到那个SIDER 他其实就是一个 跟这个ELMO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他会在你的浏览器旁边 多一个侧边栏 然后他会帮你总结你在浏览器搜寻的东西 很神奇喔 就是你在浏览器上面找什么东西 他会直接帮你做摘要 总结 好 好 那你加好之后呢 来我们一样点一下那个 好 加到Chrome 好 加好之后他会跑到这个外挂里面 但是他没有出现对不对 好 请你点一下拼图 点一下拼图 你就会看到你刚刚加的这一个ELMO的外挂 请你按个定书针把它固定在这上面 这样以后就都看得到 因为他有时候会自己收起来 好 然后呢 第一次使用的话 请你点进去 然后他会叫你登录 他等一下如果 如果他有问你要登录的话 你直接用你的Google帐号登录就好 好 然后再点一下他可以收起来 点一下打开点一下收起来 那我现在测试一次给各位看 好 比如说 如何学习AIGC在校园的运用 我是Google的 好 我去Google 那传统的学习都是Google之后 你要一个一个网站去看 对不对 我现在把ELMO打开 你看他直接帮你做Summary Summary 你看总结就跑出来了耶 我都还没有点进去看耶 他就总结帮你 帮你做了总结 好 然后呢 你如果再看 再点进去看这一篇文章 这个是翻转教育的文章 点进来看 他就直接 直接 你在那个下面按一下Enter 或者 或者关掉再开 他就帮你把这里的文章直接做总结 文章很多嘛 你要慢慢看 但他现在就直接帮你做了总结 好 好 我的网路好像比较慢了 好像跑出来比较慢了 好 所以你就突然发现呢 以前 我们在学东西的时候 你要慢慢的去爬文 一个一个网站的去看 对不对 然后看了之后自己可能用新制图 或自己用notion 或用其他的方式做整理 好 整理完了之后 你才会对这个 对这个东西慢慢的有概念 可是现在呢 好 这些外挂 这些外挂呢 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文章的内容 直接做了总结 好 有没有很神奇 你就可以发现 你这个阅读理解速度就可以变快了 好 不但如此喔 你还可以在下面像GVT一样的问问题 好 你还可以在下面问问题喔 好 那所以你就把他当做TradeGVT这样用 只是他呢 可以直接帮你整理 你在搜寻页面的东西 然后更神奇的是 来各位请你到YouTube 你到YouTube喔 好 我们在YouTube里面呢 YouTube里面会有很多影片 对不对 比如说好我想学那个 阅读理解相关的 好 比如说 我来去那个 现在很多YouTuber 他会有那个阅读心得分享 好 那我想找那个学习的 快速学习 快速学习相关的 好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一堆人在做这种阅读心得分享 有没有 好 然后像这个是没有CC字幕的 如果有CC字幕的 他会 他旁边会写一个CC字幕 这边有一个字幕有没有 这个是有字幕的 好 各位你看喔 我点进来 等一下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新职业 直接找一只怪来打打看 众锤 哦 他是会 哈喽 欢迎回到思维咖啡 真的好久 这个影片 他是有CC字幕的 对不对 有CC字幕的影片呢 来我 我来按一下这个闪电 按一下那个闪电 他就直接帮你把这个影片给总结出来了 好 如果不行 你就重新点一下这个啦 他会直接帮你把影片总结出来喔 你就不用慢慢的在那边看这个18分30秒的影片 好 总结出来 重点都在这边 好 那所以你就可以根据你这个内容再去详细的问一些事情 然后更神奇的是 刚刚这是有字幕的 一般的AI有字幕的可以处理 所以刚刚比如说那个SIDE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叫做 这个其实也蛮好用的 但是这个比刚刚那个A模 这个只能总结有CC字幕的 没有字幕的它不行 但是A模可以 我们来找一个没有字幕的给各位看 上面这个没有字幕 然后比如说这个应该没有字幕 点进来看 为什么学霸在考前 这个没有字幕 没有字幕 没有字幕如果你用SIDE 它是不能帮你总结的 但是你用A模 你用A模 它可以 很神奇 好 来各位试一下 这个真是太神奇了 这个是目前浏览器外挂里面 有AI功能最好用的一个 各位试一下 然后这里面它提到的问题 如果你想进一步的问 这里都可以继续去在这里输入 在这里输入去询问 就跟TrackGPT一样的用法 好 来各位试一下 没有问题的再输入6 所以自从用了这几个工具 等一下我们还介绍一个新制度的 自从用了这几个工具之后 我的那个阅读的速度 真的是十倍速以上的成长 好我可以对一个完全是不熟悉的概念 我现在可以很快的就理解 所以这个非常的建议 好那我们再我们再讲一个prepacity 然后就休息一下上上上厕所 好这个大部分都没问题了 所以各位好好应用这个外挂 那么接下来我来讲一下 上次我们用过copyler 用过TrackGPT 那其实还有一个也蛮好用的 这个呼声很高 这个叫做prepacity 我把我把网址贴给各位 好那一样用Google登录 一样用Google登录 好我讲他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 这一个AI 我们以前常讲说TrackGPT Copilot 有时候会有 或是那个gemini 会有那个乱讲话 天马行空乱讲话的部分 那这个prepacity呢 他比较特别 他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叫做学术的论文搜寻 学术论文的AI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各位注意一下 重点就在这边 这个focus聚焦这个地方 请你选一下 选Academy 这个东西就是聚焦在学术论文的搜寻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 在那个运算思维的资料表示里面 或者你们如果有待选小论文比赛 有时候会希望他们讲话要有依据 对不对 那个依据 事实依据 在我们老师来讲 我们通常会去找一些学术论文的依据 所以当你选了Academy之后 把你的问题提在这边 跟工作暂存区有关的学习理论 神奇数字 你就把你的需求 把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你就随便在这边提问 因为你有focus在这个学术论文的部分 所以他会去找论文 所以你在这边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内容 比如说 这在心理学跟教育学里面 工作暂存区 就是指短时间内可以储存信息的能力 最著名的就是神奇数字7 就是7加减1 这个是米勒所提出来的 米勒所提出来的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这个内容 这一个内容 然后呢 然后呢 其实他这边report 这个等一下 你可以再问他 给我相关的学术论文 他就会给你相关的学术论文 然后他以前会在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以前会在这一个你的提问 你的提问的这个他回答的上面 他会出现一堆学术论文的文本 现在没看到 没有关系 反正他也会给你 好 所以我们在教语文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情 跟神奇数字7有关的哪些事情 跟神奇数字7有关的哪些事情 请你在说明的时候 顺便提供来源 以前是不用讲这个 你看 所以他也会这样子提供给你 所以你就知道说原来 原来我们要把交给孩子的概念 要分系统拆解成小块 减少他同时需要处理的讯息量 然后这是根据米勒1956年提出来的内容 所以他可以提供你学术论文的搜寻 看一下 我再讲一次 看他的pro版好像是要付费的 还是他 他有免费的额度 那个 对 以前 对 他现在 各位可以把那个pro版打开 因为以前他没有分 以前他搜寻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像这个样子 那你现在用了pro版之后 他才会跟以前一样 所以他会出现这个source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他参考了这四篇论文 来给你答案 那如果说 你觉得 这四篇论文有哪几篇是不相关的 其实他是可以修改的 他可以修改 你可以去掉某些 某些论文 然后他会重新总结 这个是我们 在讲那个prepacity 跟其他change gpt 或者是copilot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些计划 尤其是教授们 他们在看你的计划 你的报告的时候 都会要求要有来源依据 所以这时候就会很好用 就会很好用 所以你就可以完全知道说 他是从哪里出来的 那如果你去一般的这个change gpt 使用的时候呢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问 请你在说明的时候 顺便提供来源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哦 请你一定要去检查 他提供给你的来源 有时候那个论文会是假的 或是没有那一篇论文 那个change gpt 跟copilot 常常做这种事情 但是这里不会 这里不会 这里给的都是找得到的论文 都是确定有的论文 这个是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跟各位老师特别的说一下 好那如果这个部分各位练习没有问题 请你输入7 那我们休息到3点15分 好吧 好谢谢 谢谢 好各位我们休息到3点15分哦 谢谢你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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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 海浜 新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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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